据香港媒体报道,蔡少芬主演新剧《近居欲捏二》虽然舒适不理想,而她本人更被传永无用威等联手排挤邓翠文。 但落天派的她,为了这些烦心事,于日前飞到度假圣地马尔代夫,为丈夫张剑庆祝39岁生日,更在微博大晒甜蜜亲吻照。 二人更被住在其旁边水上屋的邻居爆料很吵。 蔡少芬自保这次旅行,是自从两年前带下大女儿鼠儿后,首次提下女儿去度假,感觉十分特别。 之后,各式大方晒出比基尼永照,大秀玫瑰。 夫妻二人不仅在微博上频繁互动,大秀幸福,私下生活也是甜蜜一场。 19日,有网友在微博透露自己就住在蔡少芬旁边的水上屋。 该网友表示,昨天入住旁边的邻居很吵,今早才发现原来是蔡少芬和她丈夫,并附上照片一张。 虽然微博中并没有说清是哪种吵声,但当有人询问是否为吵架声时,这位网友只表示很和谐。 封晓鱼整理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